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真术 两种学法都可以 写水素素注意呢 这底下不要太粗 我们水素素写的底下手笔粗一点 这个呢不要写太粗 好 我们呢 现在讲一下最有八堂的例子 第一个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形 注意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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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右耳刀旁呢 一般就在字的右下边一点 它很少超过左边部分 它呢 所以它这个树比较伸展 左边注意你应该往上写一下 注意要往上写一下 这个形字呢 注意什么呢 就是两横角抗肩 两横要不能平 要平的话呢 就不太好看了 这个撇着歪 这个呢 写一撇着歪一点 这个呢 写一树 还有呢 注意这个形字啊 都是树 注意这树的稍微有变化 这两树应该比这树稍微细一点 注意这变化 这个字的难度不大 好 我看下一个字 下面呢 我们写一个狼 新狼这个狼 我看下一个字幕 咱们很明解 底下这个提高 千万不要写长是关键 你写长了 右边就写不出它长了 而且一提高点没动就一点 就写散了 所以呢这个 两底下一辆往小了去 往小了去 你上面这个填的这个字呢 填这个字呢 这个横过来 这个横不要写太长 挺短一点 让这个头啊成一个方形 成一个方形 上面点呢 我们处理成一个竖点 如果说不写竖点呢 分开写一个小横点也可以 这都可以 好这是篮子 下面我们写一个郡 古代的一个行政区域 叫郡 这个字呢 很简单也是左高右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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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呢 洛普罗伯是个君子 这个君子 这个君子非常难解 我认为呢 搁在左边呢 还降低了他难度 还相对好写一点 他单独是一个君子 这股劲 这股感觉是非常难找的 反正上的这个横折 这个呢 写短一点 这个横不要写长了 这个横要抗间 这个横的比他起比低 注意这俩横啊 不要平行 这个比他抗间幅度还大 这个要注意 有人写平行就保他了 这个呢 比他还要应该再长一点 一般来说 底下横比第二横要长 上的横如果长一点底下这个横 就不好看了 然后写一个片 这个片呢 稍微的直 稍微带点弯度啊 带带点弯度啊 口呢 也要跟着抗间 有很多朋友写这个口呢 容易犯一个毛病 这个口 犯什么问题呢 就这个口啊 他这俩横要抗间 对不对 要抗间是要平行 有方写这俩横 老不平行 这么写出 就是这口就裂开了 上面放底的方向 所以说这俩横一定要平行 要千万注意啊 不要走方向不同 这口就歪了 右边这个 注意这个棋位置呢 基本是在这个横的右边啊 呃 这个一般呃 看着欧阳群写 基本都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这也是比较好的 写的西家地儿 确实是不太好啊 基本是跟横一样 写的两边刀 这个沟呢 有点像桂米残锋那样 往这儿带一下 挑一下过来 嗯 这个写法 沟的写法 也跟左耳朵不太一样 好 这使俊女 下面呢 我们写一个都 守都的都 也就是都子 注意看都的写法 嗯 规矩探控的方法 哦 刀子呢 我认为不太好写 首先这个左 这个左边这个褶子啊 不太好写 看了间之后 呃 这个瓶 斜着过来 这个一定要斜度够 啊 写这个折子 这种子 这个撇着 最容易出毛 就是这个 就这个瓶 一定要斜度够 而且要直 有朋友写这个瓶呢 他这样挖下来 这就麻烦了 你挖下来 日无形容位置 就得抗低 这就是空了 所以这个瓶要直 日日靠上 另外还有这个日子 不要在这个树的中间 日的中心 不能跟树的中心 平齐 假设没有这一瓶的话 这个日可以跟树的中心 要对齐 咬了这一瓶了 左边有东西 它就要靠右边一点 比较树的中心 要穿过日的右边 啊 这是把这个字写正的一个关键 好 下面啊 下面呢 我们写一个布 布门这个布 这个呢 气比稍微高一点 我说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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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久 步子呢注意 起比高一点 底下这个小口 移动力不要写大 你往上整个往上靠 步子呢 注意这个俩横的距离 反而俩横人有俩点 这种小横 就是立字吧 这个写法 俩横距离千万不要这个写大宽 应该信仰写小一点 这个距离先斩一点 口呢 抗间 基本这四个横 应该四个横应该是平行的 好 这是步 现在我再写一个乡 乡村这个乡 好 注意看乡的写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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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三个文字呢 一般来说呢 都是中间的部分高 这个也归例外 这个中间高 左边稍微低一点 右边的最低 三个文字一定要写紧凑 这个肯定是要说的 但是我认为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你笔块都很紧了 稍微宽一点 也就不显得那么宽了 很多情况下 是因为你写的空了 笔块间空了 好 我们再写最后一次 我们写一个锅 姓锅这个锅 我写一会儿 我写准是没有 有什么东西 我写在你写的空间 我写在这里 我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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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郭 郭这个字呢 左边比较高 这个字比较高 比较高的情况下呢 右边这个字呢 只能是右边这个配方过程 也只能向上 再挪一条 也没有办法 从这里来看呢 这个右耳道 它也是个左耳道 有点相同 就是它跟左边联系并不紧密 它的数长短基本都是固定的 这个呢 相对来说呢 就比其他表格 我认为稍微好处理一点 我认为有时把右耳道写的数也很短 但是呢 大部分时间还是写的长一点 这个数 大家注意左右耳道的时候 注意一定要注意这个提高和数 这个数呢 要写直 提高要写的好看一点 要挑的快 要挑的快 不要把提高挑慢了 好 我们今天关于右耳道课 就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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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